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娘亲就大中出演男主角佟家庚 奶奶被最爱的电视剧之一 老年人对她非常上头 幸福到万家讲述女主的奋斗史和成长史 和幸福出生于普通家庭 没有王侯将相的主角光环 却勇于和不公说不 抵制低俗婚闹 替婆嫁出头争取合法利益 进城打工 回乡创业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和幸福不同于赵丽颖以往的角色 当红小花穿着朴素出演农村妇女 怀孕 生子 养孩子 大胆尝试母亲的角色 85后小花大多都结婚生子 但是影视圈女主人设还时已未婚少女的形象居多 已未人母的85后小花们闭口不谈孩子 保养皮肤 锻炼身材维持少女感 当红85后小花将集体在横店出现 大致作古偶剧还得靠他们 和幸福结婚当天就成了万家庄的刺头 因为她砸伤了村支书 万善堂的儿子万传家 有些农村地区还保留了低俗的婚闹习俗 伴娘 新郎 新娘 公公婆婆都有可能是受害者 但是为了配合当地风俗 薄宾客一笑 只能忍气吞声 新媳妇和幸福和万善堂成了冤家 随后村里建场 婆家得的被征用 双方对部公堂导致矛盾再次升级 万善堂并不是反派角色 她希望村民脱贫致富 但是自身的局限性限制家乡的发展 执拗顽固地和幸福在婆家待不下去 两口子进城打工 城市生活让她学到了许多的知识 可是夫妻俩因为观念的不和 婚姻却亮起了红灯 和幸福的成长史 需要攻克七大难关 关关难过关关过 前路灿灿意漫漫 恶意昏闹 土地纠纷 人身伤害 法律公正 矛盾争执 道德绑架 水污染 挑战约定俗成 拿起法律武器 解决婚姻问题 和幸福的成长史好难啊 和幸福是新时代农村独立女性的代表 幸福到万家 据如其名是一部主旋律题材电视剧 流量演员的参演会为该剧增加话题度 同时也少不了质疑的声音 幸福到万家能延续郑小龙的好口碑吗 赵丽颖和郑小龙时隔14年再度合作 当年金婚里的少女多多变成了幸福到万家里的何幸福 和幸福到万家里的一部主旋律题材电视剧